MING PAO TORROW 已定08年5月7日 王家瑪德里要以今場国家打比 来庆祝取得联赛冠军 因為他們在三天前擊敗了奧莎珊娜 提前三輪取得聯賽冠軍倒載 相反對手的巴賽 就要面對近年最羞辱的一次 他們在聯賽已經被大幅拋離 加上今次鑽巴拿貝 被主隊王家瑪德里主在球迷面前痛擊 而且還要是項目橫擊那一隻 不過今場不是巴塚隆娜 最大比數的敗仗 而最難看的是巴塚隆娜很快已經落後 比賽只是開始了沒來 看台上的王家瑪德里球迷 已經繼續他們的斷貫慶祝 巴塚隆娜今場賽時缺少了敵都和沙維 他們在之前一場對華倫西亞的聯賽 因為累積滿將王牌而要停賽 另外他們一位的主力缺陣就是朗娜丁娜 他因為受傷而無法上陣 這一刻也是這位巴西球星 在巴塚隆娜最低潮的時間 魯爾在今場賽事為王馬試了紀錄 而這一球亦是這位西伯金童 最後一次為王馬射破巴塚的大門 第二球在上半場21分鐘出現 諾賓為王家瑪德里建功 巴塚隆娜在半場之後依然毫無改善 上半場差略的表現 繼續延續到下半場 尼斯是球隊的面表最好的一個 可惜還是沒有見樹 尼斯的阿根廷同胞希古一 為王家瑪德里射成3比0 而後備入艦魯爾的雲尼斯到來 就要射入12碼 協助王家瑪德里拉開比數到4比0 巴拿杯球場上的情緒 就好像嘉年華會一樣熱鬧 大家都期待著5比0出現 不過亨利在87分鐘的秒射 就總算為巴塚挽回面子 比賽還未完結 巴塚隆娜中場沙圍因為向球證 佩奈魯爾投訴結果被紅蟹驅逐離場 這晚是王家瑪德里最光榮的一刻 同時間亦是巴塞的學校 這場賽事亦都標誌著 列卡特在巴塞王朝正式報入尾聲 來到了09年的5月2號 來到09年的5月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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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前巴塞隆娜以4分之差 領先王家瑪德里 由於還有4周球櫃就完結 大家都知道今場非常重要 巴塞隆娜在分數上有優勢 而王家瑪德里就飛成不可 貴初列卡特離開 哥迪奧拉走馬上入 巴塞貴初表現是未如理想的 不過球隊在貴中之後 開始重想正軌 在國家打給前幾天 巴塞就要在奧尼四腳下車路線 另外他亦已經打入了國王杯的決賽 相反雙迪拉克斯順利的王馬 就在國王杯賽演出局 當時只有聯賽可以爭 今場打給足以決定兩隊 這一季的成績 希古忍在13分鐘 為王家瑪德里先開紀錄 比賽的成績 不過巴塞隆娜只是用了五分鐘 就沿著亨利的入球攀平 之後巴塞隆娜全面控制戰狗 佩奧爾和美斯各入一球 客軍半場領前3比1 巴塞隆娜控制著整個中場 他在今場比賽交出四次助攻 而巴塞整個前方線 就好像若無人之境一樣 王馬的守衛 根本就不能夠防守地 只剩下卡斯拿斯 一人要面對巴塞整條攻擊線 王家瑪德里的下輩 從初段曾經有過一絲希望 沙迪歐拉王斯 一56分鐘的入球為王家瑪德里 最近到二尾三 當巴塞隆娜的球迷 以為球隊可以和球 甚至反勝之際 巴塞就以行動 撥殺了王馬的希望 沙迴再一次的直線 亨利取得這場比賽的第二個入球 而巴塞的入球蘇陸續有利 美斯更加射成五比二 迪基更為巴塞埋齋 卡斯拿斯是主隊 今場比賽最好的一個 就算失蹤了六個方 他仍然可以抬起頭離開球場 因為他會救出更多的必入球 而王家瑪德里的前鋒線 無論是魯爾還是六分 都未能夠攻破 榮濤華歷斯的十字關 只有K51能夠取得入球 不過還是一圈那麼大馬 巴塞在這場比賽寫下創舉 這場也是歷史上 在巴拿貝拿到的最大勝仗 球會也得到最終的連賽錦鵝 以這場表來看 他們確實是神之名歸的 當季巴塞龍拿最終取得六個錦鵝 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而哥迪奧娜這次冠軍之師 就被視為史上最偉大的巴塞龍拿 來到10年4月10日 賽前連贏12場,連取36分之下 王馬爾強勢為列連賽的榜首 他們在這場09至10年的 磁場環國家打比,有著不錯的優勢 他們希望勝出勇勢 可以痛擊肅敵的霸賽 當時王家馬德里所取得的分數 是同時期西甲歷史上最高的一屆 而他們的教練Paris Gino 亦希望能藉著這場大戰 消除大家對他的疑慮 王馬早前在國王盃比低組別的球隊 阿哥乾淘汰出局 然後聯誘輸了給李昂 球隊今季只有聯賽這個希望 巴塚隆拿當時仍然打出 全歐洲球壇最漂亮的進攻足球 不過王家馬德里比之前 亦更加踏實,更加實際 加上巴塚隆拿有印尼斯大 缺乏比賽狀態 二巴希望域又不可以上陣 王家馬德里的優勢更加明顯 不過足球不是一加一那麼簡單 巴塚隆拿這場比賽展示了進攻的異獄 小組又甚至相當流暢 就算哥德里被迫在陣容上作出變動 贏球依然屬於他們 稍微再一次展示出大師級的表現 兩個入球都是來自他的左攻 他在90分鐘內在中場控制戰局 上回場34分鐘他的傳送給美斯 後者再憑著個人的技術 和寧巧卸掛卡斯拿斯的十字關 這球亦都徹底摧毀了班牙貝球迷的信心 面對著球賽一腳即傳的踢法 王馬顯得一籌莫展 他們在90分鐘內 只是不停地追球 完全沒有自己的風格 半場過後 巴塚隆拿繼續控制比賽 這場似乎是他們在班牙貝球場上 最輕鬆的一場賽事 而沙維再次找到通向羅馬的大盜 一個直線給到柏道 這位當季大冒起的身星 亦都不負所託 射破王加馬得你的大門 今場亦都是王馬兩位精神領袖 古迪和魯爾最後一場國家打比 雖然他們只是後備入體 不過作用和重要性依然是存在的 而今場賽事更加多人談論的 是美斯和斯朗拿道的個人表現 可惜最後後者再一次 受制於巴塞隆拿的防線 特別是點對點的進攻 亦都沒辦法能夠突破到 溫哥華歷史的大門 西甲中強激戰 唯有對